加南农田水利会全体会员代表是在第五届第十次定期大会中提出这项动议的 他们并且表示决定发动云加南四县市的农友们 努力增加生产在今年内要达到增加水到32.3% 全体会员代表同时表示在总统英明领导下团结在蒋院长的周围 发挥团队精神厚实反共复国力量促进农工业并进 达到国富民安民生乐力的理想